你現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如果字錄適合聽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分享出去 講一下中美關係 新華社出了一個評論 他就說中美關係回歸正軌 他有一系列的評論文章 他就說近一段時間以來 中美關係出現止跌企穩的勢頭 但仍面臨嚴重困難和嚴峻挑戰 穩定和改善兩國關係 關鍵是遵循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 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個原則 找到中美新時期正確相處之道 文章裏面有說 要讓對穩定和發展中美關係的期待 成為現實 需要中美雙向而行 希望美方在近期中美互動中 展現的積極姿態不是政治算計 和戰術投機 所作出的口頭承諾 能夠成為具體的政策和實質行動 也希望美方不要讓國內黨爭基盤和政客司理左右 和中方共同行動 持久努力 令中美關係中的好消息很細心 不斷累積 推動兩國關係真正穩下來 好起來 文章裏面也有說到 中美兩國都面臨新的發展任務 都要在對方發展中获益 中方相信 中美兩國能夠以建設性的姿態 向前看的精神 走出一條 又不是熱戰 又不是冷戰的相處之道 當然啦 現在很不幸的一件事 就是 看起來 這個抗美橋頭堡在香港 其實有些事我就覺得很荒謬 有些事根本就不需要在香港這樣做 不過在香港這樣做的人 也很不幸 這個就是樂此不疲 在香港搞一大堆反美的事情 還有就是 好像 四方果議員 專貴的四方果議員 原來他去美國領事館示威的時候 那個牌子是寫中文的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明顯是讀翻書的 留學海外 英文應該不會差 如果你真心去美國領事館是抗議的 你要別人看得明白你抗議什麼 老實實 你寫英文嘛 寫英文嘛 是不是 就是ABC這麼簡單寫英文嘛 你寫中文 那別人怎麼會看你說什麼呢 對不對 好了 那小藍就說 那小藍就說 那文章有沒有提到香港那些食塞米 哈哈 那沒有 香港他們現在 他們是愛國集團嘛 他們是愛國引號團伙 很厲害的 那 那 香港人民就說 美方最擅長就是 左右開工講一套 用左一套 沒有辦法 你還是要化掉它 你只能夠用 更加大的誠意去化了他們那種操作 那 為什麼我說 一定要用更大的誠意呢 那 中國是真的照樣去 照傾的嘛 那 耶倫 一連兩日呢 就在三藩市 和這個國務院副總理 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何立峰 就舉行會談 那就換和中美關係緊張對經濟的影響 並且要保持那個溝通渠道是暢通的 那 那麼耶倫在會談裡面有說到的 近這幾個月以來 他一直致力和中國官員建立經濟對話 他希望呢 就是在 未來兩天 就 美國和中國的經濟關係 就是中國的補貼措施 和氣候變化 和債務減免 這些 債務減免 這些全球挑戰 進行公開和實質性的討論 耶倫就重申了 美國就沒有意同中國脫勾的 也說出了 美國和中國的經濟全面分離 對兩個國家和世界都會造成經濟災難 有些人在香港就意圖把香港變成反比橋頭堡 這些人只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沒有想過香港一般人的福祉 其實 香港這個地方 其實一定要兩邊都能吃到才行 如果你兩邊吃不到 這個地方就大Q黃 這個地方是 那 那好了 美國呢 是尋求什麼 和中國建立 令兩國長期受益的 健康經濟關係 並且會對 中國限制公平競爭的政策 提出關注 這個耶倫說的 那何立峰怎麼說 何立峰呢 就說 到目前為止 和耶倫的會談 是有建設性的 中方就會和美方 就中方關心的經濟和投資關係 進行溝通 那希望找到有效的措施 令中美經貿關係重回正軌 耶倫和何立峰這次的會談 其實就是 兩個人七月以來的第二次的會談 與其亦會為兩國元首下個星期 即是習主席和拜登 在亞太經合組織 即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 他們雙邊的會談 就鋪平道路 有些事情你只要留意一下國際大勢 有些事情你 真的不可以搞得太厲害 吹得太大 每個人的議員政策全部都走去抽水 這些是不妥的 亦多謝Vicky 孫的支持 好了 這件事太遠應該說四方果是做給香港人看 只是做給自己的受眾看 其實最主要就是 如果你是去示威的 你當然是選擇 有工作時間去 有人在裡面工作的時間去 第二就是要講英文 你要賺英文 對不對 別人是美國人 那些洞的牌當然是用英文 新聞黨這件事做得好很多 新聞黨你看到 雖然我也不太喜歡他們 但他們起碼是專業 有些事情是專科的 我真的不能這麼說 好 也多謝Vinny Tam你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 人次郎牧村平面方角去抗議社中文 怕日後去不了美國玩 我不知道去不了朝聖 喜歡美國品牌 有人說沒有問題的 當然是沒有問題 我也經常說 你穿美國品牌是沒有問題的 一直都說的 不過你們四方果小姐的言論是怎樣的 其實說真的 在香港這個地方 政界的人要不要高調出來 反對美國 說美國不行 那樣不行 那樣不行 有些事情是議員說的 沒錯 是議員說的 那你在別人工作時間的時候 就去示威威 是不是 而且你也可以做遊說的工作 是不是 你有另一個方面的遊說工作可以做 是不是 民間其實有人可以做遊說工作的 在美國其實有比較支持中國的華僑 或者海外華人 或者海外香港人在那裏 在美國也有 其實那些人 你說他們能不能幫得到手 你們個個都是 說人家那些海外唐人 就是 是漢奸走狗賣國賊 人家搞著搞著就不想幫你了 老實說 人家海外中國人那些 又說人家 走狗賣國賊 那怎可以呢 而且有些遊說工作其實是大家討厭的 說真的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不過當然你做遊說工作現在有個風險 就很容易被人說是間諜 你好,我好,大家好現在竟然變成間諜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雙方都有些很不合理的極端友 其實大家如果真是聽習主席說 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根本有些事情就不會去到這麼那一盡 就是說我講過實情 那何立峰他還有話說 何立峰呢 其實他跟耶倫談 大家都是要找回一個方法 就是把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找回正軌那裏 那何立峰是怎樣說的呢 他就說國家主席習近平 多次和訪華的美國代表舉行會晤 這是事實來的 其實習主席連加州州長也見過了 為了兩國關係發展 是指明了方向 當然你說不是的 香港那單一單還一單 我們是可以把他的 你是可以把他的 你是可以把他的 不過呢 你不用說到最最最最嚴厲的譴責 為什麼呢 因為有其他事情在談 是不是 好了 中美關係保持頻繁的交流活動 對於加深相互了解 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實民間有些事情是要做 但是民間做事現在很難 我都講過實情 好了 中方就會和美方 中方關心的經濟和投資關係進行溝通 尋求有效的措施 讓中美經貿關係回到正軌 其實現在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全世界人 都很怕 中美關係變得很惡劣 因為中美關係變得很惡劣的話 其實 雙方都是 拿東西之餘 還要搞到其他小國都很慘 這就是現實的真相 當然 我都要講 就是美國 他們 有些盟友是很惡劣的 其實有部份的盟友 根本就不想美國和中國的關係變得更好 我舉個例子就是 日本人 日本人他們 好像是要搞 亞洲區爭霸一樣 他們現在有些做的事情的操作 是令人覺得很不舒服 就是我認為 我的看法就是 現在日本人 當然他們經濟上 有些事情 就 被中國的發展打得很慘 不單止是中國 其實 有些行業 韓國人 嚴格來說 就拿了日本人很大的市場份額 其實旅遊業現在也是 韓國人都搞得很厲害 有很多盟友在香港看 這個視頻 看這個直播 他們看到的廣告都是韓國旅遊 其實韓國旅遊的廣告又不只是在香港播 我們這裡也會看到 韓國旅遊的廣告 雖然不是太多了 但是也是有的 韓國旅遊就說 美國都說親中人士是間諜 一定要說一件事 美國真的有搞的 但是 現在他們沒有搞一段時間了 你說之前有搞 之前是特朗普時代有搞很多 但是拜登去到 俄烏打了之後 你可以留意一下 對於中國人的打壓 其實是少了 有些事情你可以看到 有些人是否害怕 像San Peek Lange那樣說 怕進不了美國境 要做游說 當然不可以他們這些人去做 其實葉太那些 可不可以去 找一些政界人物解釋清楚 因為葉太其實是可以的 我一定要說 葉太是史丹福大學的 他當然認識很多人 他當然是有 他的人物關係 在美國政界 他可不可以做一些 為國家 為香港 做一些有利民生的事情 一定是可以的 一定是 應該是要做這些事情的 那 輝日人類命共同體 就說 美國小弟在中美和諧之下 沒有作為沒有好處 拿得到 那 其實是的 日本很明顯是 是不想中美談得到的 你可以看得到 那 滴丁就說 老美稀壓少 中國一會兒已經偷笑 那 不過你也不能這樣說 完全是稀壓的 雖然 雖然 美國和中國 有些時間 當然是 有 不咬完的時候 但是 你要看一下改革開放 一段很長的時間 中國的商人也好 老百姓也好 很多都是賺美國錢 其實是 尤其是加入了世貿 世貿 其實這就是美國人 拼出來的體系 你進入了他的貿易體系 其實對中國的經濟發展 都很有利 事實上 有些事情 中國是答應了 世貿會開放的 但是到現在 都沒有開放 那些開放 其實就是 做不到的 好老實說 有些事情答應了 但是做不到的 那些事情 美國當然 有時候會 向中國施壓 但是 一施壓的話 中國可能會很亂 有些事情 美國可以消滅俄羅斯 賺了中國的錢 中國不跟俄羅斯 有很多事情 因為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有秩序的 那些事情是慢慢開放的 有很多事情 是一步一步 不是一步到位 說真的 大部分的老百姓 都清楚認知到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 你好像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已經做了例子 請一大堆 金融顧問 或者叫金融刺客 他們有些人叫 去幫助中國 現在要加一個引號 幫助中國 解決這些問題 其實當然是害中國 俄羅斯的例子 現在大家都看到 沒有人會相信美國人做這些行為 從中國來說 美國人要不要找其他方法去做 當然他們當然會想辦法 怎麼做 他們就會想 這件事太遠 感覺中國不想吵 不是沒有能力反擊老美 問題是你反擊 不是反擊不到 反擊是兩敗俱傷的時候 沒有好處的 問題到最後 其實所有國家都是一樣 所有地方都是一樣的 就是催你避害 催你避害有很多角度 你說美國這樣催你避害他們 你看到商界 商界的人就跑去中國 大家看得到的 有很多東西 商界的人就繼續跑去中國 希望維持關係 這些你會看得到的 好了 催你避害在中國怎麼體現 繼續說人類命運共同體 那些省政府的人就出海 其實省政府的人 他們有去不同的國家 開拓市場 帶上一大班商家去 這些就是催你避害的東西 老實說是香港才這麼獨特 香港也是催你避害 不過只是避國安 催你就是催自己 那些政棍就是自己有好處就可以了 整個社會的經濟他們是不理的 這就是香港慘的地方 好了 休息一會兒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創大細民會 作詞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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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集 詞家庭 省美 作詞家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